請女之間總是互相幫忙 但時不時就會出現 另一半老師捅樓子的行礦 情礦 行礦 行礦是什麼 心言情 心礦 所以另一半呢 就要老師幫她擦屁股收拾善後 也簡單來說就是 情侶之間總是有一個人 特別白目 白目 然後覺得說 我叫我怎麼樣嗎 然後就有另一半 又要去幫她收拾這個場面 那如果你覺得 你的這個生活裡面 你比較是捅樓子的 還是擦屁股的 還是半斤八兩的 不是 都有耶 都有是不是 我們複習長很多才多姿 什麼 一開場就讓觀眾抓不著頭緒 這是我小時候捅樓子 但是他也沒有要擦 也沒有要擦屁股的意思啊 對 他也蠻愛捅的啊 蛤 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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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 他是倒媒體質 是 就是他根本也沒怎樣 他只是去跟兄弟喝酒 然後被拍到 然後就抱著 問他是怎麼樣愛玩啊 什麼什麼 然後所有華人都覺得 我老公是一個愛玩的人 不顧家的人 這個就是 他也沒有捅啊 但是媒體就硬給他下了這個人設 幫捅啦 別人捅的啦 他被捅 他被捅 所以我覺得他很倒楣 因為他根本在家就是好 老公到爆炸 好好先生 我都覺得 你趕快出去玩好不好 我想要一個人看劇 喝酒啦 好細喔 然後加熱水 因為有的時候中午我如果 他就會說 貝貝 妳中午想吃什麼 可是我中午通常都不吃飯 然後他就說 要不要來吃生魚片 還什麼的 我就說 OK 我可以吃幾片生魚片 然後中午我就吃 我就覺得很煩 因為這不是我的行程 然後因為我接下來 還要上舞蹈課 更不想吃東西 然後我就一直擺臭臉 然後他就覺得我不對勁 他說 所以妳平常那個 要運動這些 妳是不喝酒的嗎 我說 喝啊 但是我現在如果喝新酒的話 那他不會多說廢話嗎 他說 我不會啊 然後我就說 那很好 然後一顆豆子 他清一酒然後回來 然後一邊喝 可是其實根本也喝不太下去 這硬撐起來 我只是覺得說 就是我不想要被人家管 我想要一個人 自由 賭一口氣的感覺 所以今天我們就邀請到 兩隊戀人了 他們來各自分享 到底哪一方是桶樓子 哪一方是插屁股等呢 可是就我所知 他們當時兩隊 來上我們節目的時候 可能還沒有結婚 對 還沒喔 對 對 不是 還沒 恩愛到算 這個 對 恰伴子 吐口水 在我印象中 我都還挺留在他們 有多麼的恩愛 是現在已經開始要抱怨了耶 演了才多久啊 甚至外面有一個 超級可愛的小嬰兒 好可愛喔 我跟你講 加納他們的小孩真的是 混血兒 對 可愛到像是 百貨公司的示範嬰兒耶 真的太可愛了 我喜歡單眼皮的啦 那我喜歡單眼皮的啦 我們個單眼皮 妳不是單眼皮的嗎 沒帶來 超單的嗎 超單的 絕對不會硬在奶粉 他叫單眼皮吧 他像吧 他內霜很內的那種 內 沒有 我要 嬰兒是看起來很可憐 然後 我們那眼皮下純的那種 眼皮非常單 然後絕對不會有廣告廠上說 把他印在我們那個奶粉盒上 有 你講成這樣 那我還是不要像 祖雄祖雄 你們的小朋友是 我們可以看的嗎 可以 對 你們之前不是很相愛嗎 相愛啊 對啊 是因為憂他 不 之前你們還是兩個人在一起 就是玩 各種招式 然後一直炫耀說 你們可以怎麼樣 對 我還以為 我是在這個節目說 第一次說我要娶她的 對 對 沒錯 對 因為那個時候 那時候他每一天晚上 睡覺起來 他問我 你什麼時候要娶我 然後我都沒有回答他 是在節目上面 我第一次講說我要娶她 所以為什麼他私下問你 你不回答他 因為我覺得 不相娶嗎 我就跟他講說 我不可以跟你講一個日期 這樣就沒有驚喜 是 我不可以跟你講 我下個月的幾號要娶你 那到時候求婚就沒有驚喜 不好玩了啦 對啊 一定是說好 我準備好了 我就會跟你求婚啦 可是那時候 你就已經認定他是你老婆了 對 就觀察 觀察 到差不多我覺得 差不多了 可以 所以上我們節目的時候 是你們最恩愛的那個 頂端嗎 對 應該是 所以現在已經走下坡了 對啊 有一點重搖 對 而且佳娜我覺得你完全變了 我也覺得 我覺得佳娜突然就是 會這樣子拿著 你以前明明是一個瘋婆子 怎麼會變這麼多啊 我不知道 我的心情現在還是不太穩定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害 你以前上節目 我都每次錄完 我都會說佳娜真的是一個 瘋狂的女孩 但我喜歡 可是你現在就是變一個正常的 外國人耶 正常外國人 什麼啊 這樣也不理會 姐妹會是不是 正常的媽媽 可是祖雄 你喜歡她這樣的改變嗎 我有一直要把她拉出來 我覺得她想太多 她現在會想太 她以前是完全不會想 對 她以前就很不壞 她幹嘛就幹嘛 要講什麼就講什麼 現在會比較開始 三思而後襲 我都很怕 她好像變成這樣 包袱了 你是怕你的行為 會影響到你的小孩 還是說你覺得媽媽 應該就是要這樣 沒有 因為我覺得 我們個性本來是互補 但是她現在越來越像我 她越來越像我 比較謹慎的個性 對 她比較負面 所以她一直跟我說 不好的東西 我就會想很多啊 就是每一件事情 我都會先講 最壞的結果是什麼 譬如說我們三節目 我講了東西 她說以後不要這樣講 這樣不好 我就說我現在錯了 我現在錯了 不要這樣講 我就不敢講 可是以前的話 你不會在乎嗎 我不會 你覺得講了就講了 對啊 我就覺得 水貝 而且有一次 她在我朋友面前開玩笑 開了很過分的玩笑 我就跟她講說 這種玩笑最好以後不要開 什麼叫過分的玩笑 有一次我朋友那個 因為她是Gay 然後在馬來西亞的Gay 會比較亞裔 而且很多馬來西亞的Gay 還是會結婚生小孩喔 就是為了要跟家人交代 一個假象這樣 對 然後有一次我們過年要去朋友家拜年 我就先跟她講了說 這個朋友是Gay 等一下妳就是 不要亂講話這樣 然後結果才進去 那個Gay就帶了一個女朋友喔 說這是我女朋友 她就直接忍不住喔 她就說 祖雄跟我說妳是Gay 為什麼妳有女朋友這樣 哇 不行啦 那是過年喔 不行啦 她的家人全部都在 她的阿公阿嬤全部都在喔 而且你知道他們都不講話 我還繼續沒辦法閉嘴 我說這個是假的是不是假的 好精采喔 對啊 所以最後怎麼辦 然後全場就是尷尬 尷尬 然後最後那個佳娜就說 喔 她是不是樓 她是不是那個 幌子 幌子 然後就這樣 對啦 假的啦 假的啦 這樣子 就這樣子 然後 她也沒講錯 這是Gay的啦 這是Gay 道歉 然後罵我 一陣高人生 我們好像要講說這種最好 所以整頓飯的Amy 他們都家人都覺得她是Gay 我覺得家人應該是知道的 只是妳從小看 只是沒有當面去穿她 他們的父母就是很保守 不想要面對這一切 就算知道了 不會在這種場合這樣去講 剛剛這個故事就是標準的 老婆很白目 捅樓子 擦屁股 我跟你講 先由我們的兩位班底 幫大家打個基底 你們的另一半 是捅樓子還是幫你們擦屁股呢 我覺得是捅樓子 因為我男友也是雙子做的 什麼叫也是雙子做的 因為S姐是雙子做啊 就雙子做的人喝酒講求一個開心 對 他們沒有再喝一點點的 他們喝就是喝得很開心 然後 就每一次都是喝得太開心 因為每次都要把她 就是抓回來 都抓不回來 像有一次去年 妳幹嘛抓到她回來的 因為她會有點瘋狂 就是 哪一種 就像去年的時候 我們不是辦公空間開幕 但是當然我們就從下午就開始 就是開幕活動就開始喝 她就喝得很開心 她就完全沒有在停止的那種 就一直喝喝喝 喝到最後呢 就是大家越來越多人來了嘛 然後派後來來的時候 也看到我男友就是已經 就有一點 非常有感覺了 然後雙子做喝多 也就是會開啟一個真心模式 對 對 你還偷心偷肺對不對 對 就是來的時候 大家都是非常好喝 我自己是不是 真的秘密要講什麼 對 我秘密 她看到派也是 她看到派就直接說 嘿 你是派翠克嗎 我超喜歡你 你那個很好笑 派也把我拖到她的小工作間 那兩人 獨療嗎 獨療 她說我不認識你其實 所以我開始了 而且這情況也幫我拖到小工作間 我那時候還很醒 因為我就是祝賀一下她的那個 工作室開幕 喝很久了 因為清醒的人 對完全醉的人是很痛苦 她說沒關係你來你來 然後就拉我進他們的那個小工作間 然後就好像裡面都沒人 可是她那個玻璃是全透明 我也把它這樣 都拿我進來 然後就這樣 你還要喝什麼 然後一直這樣 然後我說我幫你拖 她直接是拿一瓶紅酒直接這樣 直接這樣拉拉拉拉拉 然後她說 我就說坐著坐著聊 坐著聊 她就這樣 好啊 已經不穩了 好啊 每次有螺子在椅子耶 她沒聊 然後他碰一個那個玻璃 然後他們說怎麼了 什麼玻璃 對啊 放一聲喔 對 就裡面七七不知道在幹嘛 就好像都翻我笑 好醉 她在幹嘛 對 所以就她每次 因為很可愛 是很可愛 但是每次都會替她 她就是很緊張 所以每一次她都說我是那個 因為她是 她叫刁子傑 她說我是內湖的鄧子傑 因為她只要一喝多 我就這樣 然後她就知道說 OK 她說她怎麼知道她自己喝多 就是我開始瞪她的時候 她還感受到 你的那個瞪意是不是 當我這樣開始瞪她的時候 她就知道說 OK 我現在不能再喝多了 因為她可能就開始會搖晃 所以竟然有人比妳還瘋了 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我第一次叫別人說不要喝了 所以她是比較愛捅的我覺得 對 但是這妳一定是妳老公啊 對 在家有好捅的 在家常常出事 就是有一次我們換個一個 那個時鐘的電池 然後她就說她要上去換 我就還有給妳換 她上去又踩個五十公分的凳子 結果整個摔下來 摔下來之後那個手臂就受傷了 舉不起來 我進廁所 幫她洗澡洗了一個禮拜 那不然就是叫個那個 外送小火鍋 然後那個外送小火鍋 可以整個翻到身上 然後那個肚灼傷 這個太誇張了吧 妳那是燒到打扁肚子啊 她是 已經把它倒到碗裡面 還是說她直接拿去 她是就倒到袋子 然後整個失手就翻到身上 然後她翻到身上 她就愣住了 我說妳現在趕快起來 去沖水才對 她就愣在原地 她還沖溫熱血然後在那邊 好溫暖喔 然後還拿孤兒乳這樣子 其實這些皮肉傷的事情都還好 更嚴重的是 我老公她腸胃不好 又酒精過敏 她是連麻油雞 什麼四神湯 酒釀湯都不能吃的喔 結果她有一次 半夜她吃我的花雕雞泡麵 然後又吃剉冰 花雕雞泡麵而已 那也不行 對那當天晚上她就是到半夜 她就開始上吐下血 然後吐到我整個洗手台 整個全部醃住了 半夜在那邊通水管 我愛吐 愛吐洗手台的愛好酒之一 好可惜喔 好厚喔 有沒有吐 自從你們節目簽完那個以後 超期待他喝酒的 他後面還有了兩次酒局喔 沒有吐洗手台了 好可惜喔 等一下再去檢查 然後咧 然後吐到一半喔 她說她要去泡澡 好 幫她放好熱水 她去泡泡 那很危險耶 我都去不掉了 廁所 把她叫起來說 你不能摔在這邊 摔在這會出事 我從那個浴缸把她拉出來 把她偷到床上 然後那一天我幾乎沒有睡覺 就是我每隔十五到二十分鐘 因為當下你不知道 她到底是腸胃不舒服 還是酒精過敏 就這樣好到天亮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有很大的陰影 然後她睡覺 秒打護士的聲 我就來 還活著嗎 妳這樣喝就離婚了 我已經開始就 不是才剛登記嗎 登記了 已經 不是才剛登記完沒多久 甄莉妳應該不是喜歡當老婆 妳是喜歡當看護 我比較喜歡看護照 妳看燈羞一羞會摔斷手 然後倒火鍋會盪到身上 然後吃那個 然後什麼 不知道 而且妳老公不是很年輕嗎 對啊 因為當初我要結婚的時候 我媽還跟我說 妳家一個年紀比妳輕得比較好 老了妳就不用照顧她那麼輕 她照顧妳 沒有 現在我就在照顧她了 甄莉 蔣正玲現在後悔 一到十分 幾分 大概八分 就是身體最好這一點 可是妳上次來才說 妳很幸福啊 我們已經過了 妳沒有看到我回來錄影了嗎 就上次 對耶 妳消失好久 對 只要你現在甄莉來都要我 甄莉 妳平良心想 妳有沒有覺得 早知道應該要聽姐的話 有沒有太逞強了 就其實可是會覺得說 我趁人生要趕快想說 結婚這一段旅程 可是妳也可以離啊 對啊 也是可以離 該不會就是妳 喂 妳在講什麼啦 該不會是等一下錄完影吧 都有機會解決的啦 磨合嘛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細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這句話好 是 小鈴鐺 幾個月 我